全台養寵物的人口蠻多的 把毛小孩当家人一样疼爱 但是就像喂小宝宝吃药一样 喂宠物吃药真的很头疼 现在有国外的药厂就在药里面 加入猫狗喜欢的风味 让宠物比较能接受 民众疼爱毛小孩就如同家人 不过碰到宠物生病 吃药可是一个大功成 一开始喂药其实没有办法拿到诀窍 所以常常我们两个会闹得不开心 然后会一直抗拒 然后手也会一直被咬好几次 毛小孩就跟小孩子一样 碰到苦苦的药嘴巴壁的紧紧 怎么哄都不吃 不过不吃药生病可是好不了 他没有吃到正确的量 因为你可能药不好吃 狗狗不愿意吃 或者说喂一半撒一半 他可能都治疗要两到三周 因此在于治疗一个持续性来讲的话 也是最常碰到的麻烦的问题 治疗打折扣 喂药困难 四足和宠物也筋疲力尽 现在就有厂商在药中加入 全猫喜爱的风味 让宠物对吃药不再这么抗拒 他是有一个做抗生素 是所谓的口嚼定的 他是针对动物去制造出来的一个药物 目前看起来他的试口心还不错 看着怀中宝贝打针吃药 四足心疼极了 花费心思减少喂药困难度 就是希望毛小孩能乖乖把药吃进去 赶快恢复健康 有点TV谢于欣 请订阅台北报道